陈一荣长蛇上路开车电话不离手 嘿 谁在星期天还这么辣 跑来买辣辣的泡菜锅 转过来来给看官瞅瞅 吼吼 五十五岁 我尿美风姐 look so young 好像认错人了 你是三三岁陈一荣啊 诶 是说狗仔当天自从瞻养到一荣 那一刻起他慢火啵 这电话周似乎没停过夜 还记得去年底他在上海过生日 光是许个愿跟宇宙下订单 就嘀嘀咕咕到都失去了二十秒啊 太久了吧 还有不要小看他把这项废话绝技 应用在生活中 昨个傍晚五十许 他在新义区百货结束通告 自食其力开车回家 看到没 要说独立的一荣人生有啥依赖 iPhone应该就是他的避风港吧 他车上讲下车也讲 承舍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境界 啦啦啦啦到底在哪里什么嘞 感情是在跟非文男友又胜争执 晚餐要点什么菜 真的很夸张 买单时以为他要挂电话了 没想到跟老板娘疏通完 又把耳朵贴回iPhone 密切地接收电磁波的灌溉 是买完晚餐要来买饮料 你以为他总该把电话放手了吧 办不到 iPhone之余一荣啊 整个是拿得起放不下 更何况走进了非文男友又胜代言的超商 哈 几点送又胜吗 诶 宜容疑似在活动开宝前就收集到了一二两点 你还有点吗 我写整集大概有六个五十点 也是嘛 开玩笑 但话说回来开车时讲手即可 不是在开玩笑 诶 祝小漏乳沟的宜容长话短说长命百岁 苹果娱乐兄 阿斯不会落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